在和中国会面之后 东盟突然就准备向美元下手了 这一步来的是非常突然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中程talk 今年2月份 菲律宾被迫倒向美国 严重影响了东盟组织的团结和稳定 美国是一边强化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一边强化澳大利亚的海上力量 这让夹在中间的东南亚深感焦虑 不过菲律宾的变故 却也让东盟其他国家看清了现实 东盟领导人在和中国见面之后 美元就开始面临着 随时被赶出东南亚的局面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时间线 最开始是3月27号 当时我国官方透露 我国外交部长秦刚 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 东盟秘书长高晋红 至于他们聊了什么 官方没有具体透露 当时外界多以为是商贸合作一类的事情 毕竟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而只有中国这个充满生机的经济体 可以帮助东盟渡过难关 所以他们找中国帮个忙 并不算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 然而真的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和中国见面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3月28号 印度尼西亚媒体和俄罗斯媒体都对外爆料 目前东盟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正在讨论 东盟是否应当改变结算体系 放弃依赖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货币 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坦率地说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是处于一种兴奋的震惊之中 美元霸权的坍塌速度超出了预料 虽然伴随着美国陷入系统性衰落 中国一军突起 顺利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人民币最终在国际市场上战胜美元 不算是什么难以预期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过程的加速来的是如此之快 如此之突然 因为刚刚在3月28号的时候 阿联酋和道达尔公司 在中国的能源交易平台上 达成了一笔液化天然气交易 而这笔大宗商品的结算 使用的就是人民币 说的直白一点 东盟现在准备不再单一依赖美元和欧元 在东南亚的贸易结算 就意味着为人民币结算体系 腾出了一定空间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东盟讨论的最后结果 但一旦真的在美元英镑之类的 主要货币结算系统之外 再建一个结算系统 考虑到东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么对整个中美博弈的 进程来说都将产生有益于我们的巨大冲击 如果说阿联酋和法国的那一笔订单用人民币结算 是人民币完成国际化的第一步基础 那么东盟如今在讨论的事情就是人民币结算体系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里程碑 用中国古代来比喻的话 以前我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始终都是在美元体系下的周旋 可现在当我们有机会跟美元霸权一同站台 并且还有可能将美元结算体系赶出东南亚 将中东贸易纳入我们的结算体系 那我们就正式成为一方祝侯了 有资格和美国逐路全球了 挺有意思的是啊 美国一些媒体或者分析人士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多是抱怨中国 觉得是中国在背后推波助澜 但很遗憾的是啊 这个事情最大的因素其实是美国自己 这些年里啊 美国对华恶意制裁打压 俄乌冲突中呢 又对俄罗斯境外财产进行肆意掠夺 美国人的骚操作 败光了他自己的信誉 破坏了他自己多年用舆论制造的伪装 露出了他本来的强盗面目 这让世界各国感到了惊恐 而且美国国内银行危机 让外界对于美元前景也产生了担忧 与此同时呢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表现 刚是让美元失去了 作为价值背书的能源大宗商品贸易 所有的这一切啊 东盟算是看明白了 需要考虑避险问题了 应要说的话 就是天下苦美久矣 强倒众人推罢了 可以预见啊 随着美国进一步系统性衰落 美元霸权的坍塌将进一步提速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